立委王洪韦透过图表清楚地将他在5月25号爆料涉嫌绑标图立的台肥D7土地案后 当时的董事长黄耀新一个半月内变成总经理到寝辞 台肥内部更是人事大地震 让他质疑案情不单纯 这几个月被我们揭发弊案 而且原来主旗逝者 也就是这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黄耀新 竟然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逃之夭夭啊 从原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后来呢董事长下台了 董事长下台之后 我们呢是最近又接获检举 然后才发现这个黄耀新 竟然连总经理都以说个人生涯规划 请辞总经理 好笑不好笑 当时还在夸夸其言 说这个标案多么棒多么棒 对台肥的贡献多大 还有什么样的远景 但是短短时间内 这个主旗式的原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在竟然逃之夭夭 王宏伟指出低期土地交易案 当时台肥要求投标厂商 拥有实收资本额30亿元 然而达利公司得标后 却在四天内将30%土地所有权 转移给当时资本额 只有20万的盛景开发投资 是在公然绑标 这个标案金额非常非常之大 他高达26亿的一个标案 但是呢 在他宣布 宣布得标之后 得标的厂商达利公司 竟然在短短四天之内 他就把他的30%的所有权 去移转给一家叫做盛景投资开发公司 这当然是违背 他当时的一个投标的条件 所以这个案子非常明显的 是涉及了弊案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以现阶段来讲 检调已经接获检举 而且也已经开始调查 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土地标授 涉及弊案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的原来的主管机关 也就是持股高达24%的农委会 现在升格为农业部 在这里面呢 他默不吭声 好像假装完全没有这件事一样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赶快 在召开记者会 呼吁检调 加快你的侦查的动作 因为我们担心的 重要的相关人士 会逃之遥遥 王洪威表示 这段时间台肥人士 异常大幅度调动 这些人为何调职 请辞 农业部不该做事不管 检调单位也应该尽快调查清楚 不要因为选举疆界 让可能涉案者得以调之夭夭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我们下单距离 我们下单距离 我说 感谢 我说 你 不知道 我说 你